竞选门2.0主席陈玛利亚今早受传召到武吉安曼以协助警方调查 竞选门获得美国富豪索罗斯旗下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资助 以影响我国的选举的指责 玛利亚在竞选门代表律师法哈纳的陪同下 录完口供后向媒体表明竞选门早前已经公开澄清有关指责 他们今后会保持沉默只会在法庭上发言 陈玛利亚再次重申 国家需要改革 不论如何被刁难 竞选门都会坚持下去